给大家看看啊 看看我家老婆 今天好快活呀 孩子今天没上学 因为冰冰瓜的班里面 有个小孩发烧了 让我们今天小孩 就是暂时不要往学校里送 在这装睡 这里还有一个 可快活 这个后来说晚上不想做饭了 让我出去买点馒头回来 煮个稀饭吃也行 好吧 要可乐吗 要可乐 我看有没有友谊给你买 好吧 你买就可以了 买点馒头 然后呢 先得去帮我干女儿家 我干女儿今天要到我们家来 到小美女了 想吃什么 想吃什么包子还是馒头 馒头 我们一起去吧 好吧 好 那等一下 等一下 老板买点馒头 等一下 你没有买到包子 这边包子卖完了 有没有什么其他想吃的 我去其他地方看看好不好 我老师给我按一个小红花 真的 真的 今天有小红花 好厉害 老师给我按的油 因为我 我今天表现好 然后我背上付包 老师就给我按一个小红花 没有买到包子 在欧洲亚来买个饼 买点饼吃 来 吃哪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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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吗 行 这个要买一点 够不够吃 这个饼够不够吃 够 够吗 好 喝就好 来 把这个放 放里面 哎 不就上去了吗 是不是 哎呀 比皮尼锅好好搞多了 你好听话 太听话了 我要换他就搞出来这样 啊 是的 你回家不要不要跟皮尼锅这时候说是我买的 好不好 说是你妈妈买的 好不好 然后呢 皮尼锅要要的话你就不要给 除非他求你 好不好 他要求求你跟你说好话你再给 好不好 嘿嘿 使劲 你不烧稀饭吗 我菜都买回来了 不是你烧吗 烧锤子 哈哈哈哈 我吃饼你看 我买的饼 可吃 可以啊 啊 对 你看你 来来来来 给抹老虎 给抹老虎也来一个 抹老虎在旁边眼巴 来 抹老虎在旁边眼巴巴的 瞅着去 给妈妈去 妈妈说我 那你给阿姨去 还是女儿好 你看 谢谢你 哥哥都不好是不是 我都吃完了 你都吃完了 来给我吧 这个罐罐尖尖尖不能给你好不好 你是不是饿了 妈妈煮稀饭吃好不好 煮红薯好不好 煮红薯稀饭 好 你也饿了 那我们煮稀饭吃好不好 红薯稀饭好不好 嗯 我不饿了 嗯 我不饿了 那我们俩吃 不给他吃 嗯 看死他 嗯 这个是 你不用不用不用 不用讲 我一切这个多 红薯多的就是妹妹的 是吧 哈哈 好烫啊 可以吃好吧 红薯很烫 这一碎吹就掉了 怎么样红薯 给你添一点好不好 嗯 那行 我吃了 哈哈 宝宝 我被你气走了 爸爸对他就没有这样的耐心 是不是 你想吃 差不多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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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不是起妈 讲不出来这是 哈哈 哈哈哈 你不就是想吃一口嘛 多点吃 来 哈哈 哈哈哈 哈哈 嗯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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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它来一口吧 宝宝 冰冠 这是你的哦 他根本就不想吃 他不想吃是吧 他只是想吃 他就是为了蒸口气 不蒸红薯蒸口气 好吃吗红薯细饭 又喜欢吃一个新的是吧 这是泡还是 还是下午摔的 是被那个木头搞的 木头搞的 是确定是摔的吗不是泡吗 行行我知道了 就在刚刚 那个平静锅的妹妹欧世雅说 嘴巴有点疼 然后呢平静锅的妈妈就发现平静锅 妹妹的嘴边啊长了一个泡 瞬间就心疼的不行了 妹妹说什么疼啊疼啊疼啊 她就赶紧给她带到 那个闷诊部去了 去给她拿药去了 把我们两个就扔在家里了 是不是 平静锅妈妈也真搞笑 刚才死活不愿意洗 烧个饭不愿意烧 快递也不愿意去 听说翁叔叔嘴巴疼 你妈带她去试看一看医生去了 她怎么了嘴巴怎么了 她嘴巴已经搞了一个药 她买了个药是不是 你们俩玩好了吗 没有 走妹妹回家睡觉了 阿姨送你 那天再玩了 拜拜 嗯 你跟妹妹说拜拜 拜拜 拜拜 那一起送 我给她送回家 好走 你帮妈妈一起送 好 好 好